接著做題目 碳棒電解劉三銅 這是死輩的嗎 這死輩的嗎 來 收一個勒 帥哥男 21 起立 你的答案勒 啊 你的答案是A 很好 按照我叫你背的正極產生氧負極產生銅嘛 所以呢然後呢 我講過了有人會說他產生硫酸嗎 因為硫酸根會跑到正極 那正就產生了氫離子 那麼硫酸就解離出 氫離子跟硫酸根所以有人就認你說這邊會生成硫酸 所以要正極會產生硫酸 所以呢 PH值才會降低酸性才會增加 因此我們當然就會選A OK 一個是背正極產生氧 負極產生銅 再來是 有人就說吧 正極會產生硫酸 我們前面跟你提示過了 所以他的酸性會增加 PH值會降低 OK 好這個裝置 你看這個裝置 有沒有標正極跟負極 沒有 那你要知道 這個不是碳放電解硫酸銅啊 那另外用的是銅電極啊 那 在我們做這個事裡面有一極啊 有一極是你放誰都一樣的 你放誰都一樣 因為他不會作用 哪一極 負極 負極 你是長出金屬對不對 對 金屬離子 CU二症 加2U變成CU 所以那一根是導電的而已 所以他有沒有什麼作用 沒啥作用 那所以 你放銅跟放碳 還不是都 一樣 所以等一下 要膠電度 可以放鐵鑰匙 可以放別的碗葉 讓他去漲金屬 就變成所謂的電度 等一下會膠 所以那你看到這裡有氧氣泡泡我們不是有背嗎 哪一極會生成癢 那你就知道這裡面誰是升級誰是負極 要聽懂嗎 OK 拉拉拉拉拉拉拉 誰對 這樣誰是對的 這樣說是誰是對的 小女生Number 4 沒有來 Number 2 2號 你說誰 B是對的請坐 甲電極有泡泡 就應該是接正極正極產生癢 所以呢就是 甲是在正極是錯的 然後呢這是 跟我們的碳棒電解硫酸酮酮的意思一樣 那反應的時候呢 PH值會降低酸性會提高 所以C是錯的 然後呢 有個顏色會變淺 因為銅離子會減少 所以豬也是錯的 所以只有 B是對的 那個乙是負極 負極會同會長出來 那同會長出來 所以答案就選B 15題 你把正負標給你看了 他的負極又接銅片 剛剛跟你講過 那負極的銅片有差嗎 沒差嗎 你負極是放銅片還是放鐵鑰匙還是放碳棒 對反應有差嗎 沒差 都一樣 所以等一下會變成電鍍 請問一下顏色怎麼變 剛才已經學過顏色怎麼變 應該很簡單吧 變淡 變淡 因為 因為那個 銅離子會變成銅 變銅 OK 銅離子減少 所以顏色會變淡 碳棒電子流三銅 負極生成銅 那麼銅離子會減少 所以顏色會變淡 藍色來自銅離子 請問你 正極生誰啊 氧氣很好 寫中文叫做氧嘛 化學是叫做 O2 這是要你背的事情嘛 正極會產生氧 O2 負極產生銅 這要你背的事情 背完就OK了 那還有 我說常考的 常考會考的 負極的半反應 C 記著 負極生誰 銅 誰生來的 銅離子 所以銅離子變成銅 所以怎麼寫 Cu2增加 21負極變成 Cu 我叫你背的正極產生氧 負極產生銅 銅是從銅離子變來的 所以就 Cu2增加 1負極 我再說一次 這個喜歡問 因為 配合電鍍 這個負極的半反應會喜歡問 比較 就是我們的 所做的簡單小練習 OK嗎 OK